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放到感觉里面 这个感觉找到以后放到打拳里面 从头到尾把它练起前 看看你有什么感受 它主要是对于打太极拳的时候 它的松城能够很好的去应用体会 主要是帮助松城 那么现在我们看我们打拳的时候 如果水淋浴下来以后 从我们想象的水从头上浇到脚底 那么它有流动的感觉 那么我们 这个水是从上流到下面 流到下面 流到下面 从头流到下面 那我们身体的气血都松城下去了 松城下去 对吧 松城下去 对不对 松城下去 要松城 那么就是找这个感觉 找这个感觉 就是来 来 来这个 体会 你打拳的时候呢 可以从启示到收拾 打一遍 把这个感觉 贯 贯 贯穿到这个 把淋浴的感觉 贯穿到整个打拳的过程当中 这个呢 是一个很多年以前的练法 我个人感觉它很有好处 很有好处 希望呢 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可以把这个感觉呢 在全力打练一段时间 练一段时间呢 你得到了什么东西 那么 你就 你可以在留言中跟我说 或者你感觉有什么问题 也可以在留言中说 我会及时的回复 好 今天的明歌聊太极 就聊到这里 希望 这个大家呢 在练习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进步 这个太极拳只要你入了门 知道它的方法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方法去练 一旦你有了感觉之后 那这个太极拳是一日千里 一天一个样 可以说 就是你每天练拳都有新的感觉 都有新的收获 它有这种感觉 所以它这个太极的一个魅力所在 这种练太极拳的魅力所在 所以你要是希望大家能有所收获 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我的频道的朋友可以订阅 打开订阅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接着聊其他的话题 好 谢谢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